大批員警到達現場 受傷男子就坐在一旁地上 到底怎麼回事 趕緊問問募集民眾 聽別人說有人爆 因為你剛好爆有人持槍 這個這不是我 我是打190沒有打190 夜市有人持槍這怎麼得了 時間往回到1點 4號傍晚6點多 畫面上方一群人 圍著一名黑衣男子全打腳踢 把他推倒在地後還出腳猛踹 甚至這名白衣男子 還拿出空氣槍朝男子的頭部 用力敲下去 警方獲報之後 立即派出十多名警力刀場 將動手的一方帶回警局 警方調查被打的成新男子 和消息女友到夜市用餐 過程中女友在臉書打卡 沒想到被前男友的兩名朋友發現 轉告郭姓前男友 三個人就前往夜市 持槍對陳姓現任男友痛歐 警方到場逮捕郭姓前男友 並且尋現找到持槍的翁姓男子 在他家中起貨犯案用的空氣手槍 縱使沒有殺傷力 但是持槍在人身頂飛的夜市毆打 讓許多民眾都嚇了一跳 只因為臉書打卡洩漏行蹤 也讓這對小情侶意外惹禍上身 記者和江明劉士偉 新北市報導